大家好,我們的作品名稱是高剛性精密二次元高度計 我們的高度計是採用3.4結構設計 目的是為了讓高度計在擺放時所呈現的變形物差量能夠達到最小 另外,我左邊的是傳統式的雙柱高度計 它的錶座是固定的,所以沒辦法左右轉動 所以我們在量測時,工作空間量都會變得非常強暗 所以針對這問題,我們製作了高剛性精密二次元高度計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中間這個滑動油尺的機構 它滑動油尺本身是圓的 它是以上下固定中間的錶座 讓錶座能在滑動油尺槽內呈360度自由滑動 另外,我們還在另外加裝了一個錶座 所以可以同時兩個人進行操作 讓我們的高度計可以更方便 且讓工作空間能得到更好的發揮 另外,我們高度計的傳動是螺桿連接手輪 轉動手輪時,可以帶動滑動油尺上升下降 最後,我們為了讓操作者操作時可以更精密 我們在外面加裝了電子數字尺 因為傳統的雙柱高度計是以指針式的 很容易會看錯 所以我們加裝了電子數字尺之後 可以一目瞭然,可以減少失誤的發聲 讓我們的高度計使用起來可以更便利且更精準 接下來換我報告 我們是機械科選手 我們在平常的練習 我們會使用雙柱高度計 來測量弓箭的平行度與垂直度 有一次我們跟學長借了雙柱高度計 來測量我弓箭的垂直度的時候 發現每一支雙柱高度計測量出來的垂直度 都有些誤差 於是我們去找老師討論 後來發現 因為我們礙於工具車空間關係 我們無法使雙柱直立擺放 所以我們只能橫躺的擺放在工具車的抽屜裡 但因為這樣子擺放長久下來 它會因為重力而導致嚴重變形 變形誤差甚至會高達50條之多 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在我們的高度計上 利用三點結構的設計 讓我們的高度計更堅固 更不容易變形 而且能讓在擺放時所造成的變形誤差量 能維持在一條以內 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